蘇水族人聚集在國平飯店 準備前往總統府 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 準備向原住民族道歉 各族群代表說政府除了正式 向原住民族道歉之外 還要解決殖民政府 對原住民族四百年來的欺壓 個人認為 因為在總統府的高度 去處理這個整個歷史的正義的問題 必須要有所謂的行政作為 那包含就是立法院 他怎麼去看待這個所謂的未來的和解 或者修復的問題 這一次我有機會參與在其中 我所期待的所謂的轉型正義的這個議題 是把原住民的主權跟土地 還給原來的主人 就是我們所有的臺灣原住民族 另外 總統蔡英文的競選承諾 要推動平步族群證明 平步族群相當關心 其中希臘亞族部落發展促進會 理事長說 雖然族人相當期待 但如何推動使他們關心議題 今天我們當然各平步族群的人都希望 總統在今天能夠去宣布 開始來進行平步原住民族的一個 法制身分的登記的問題 但是我猜想 因為在這樣這麼大的一個場合裡面 他不可能去講一些很具體 而且很細微的一些方法 八月一號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 向原住民族道歉 族人都相當重視 但道歉後的實質作為該如何實踐 臺灣原住民守護領域聯盟召集人 跟Gabas說 除了政府的推動 最重要的是原住民族團結決心 記者那麼大叫 台北市採訪報導